朋友们好 哎呀 很高兴 这个我们又可以继续向下学习我们这个项目的内容了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来 真正的体验一把这个语音识别 我们今天来调用这个云端服务来实现这个语音识别 我们还是老规矩 先看PPT 好 估计这只课你们期待很久了吧 不要着急 我们后面有更好玩的 今天我们主要讲这个第二个使用程序 百度语音识别的这个调用云端服务这个部分 首先我们还是来看一下这个学习目标 这节课我们要学会使用这个PYCURL模块 看这个名字 大家猜他是干什么的 猜中了 有讲 讲什么呢 长白子学院的陈老师去叫 我这没有 然后呢 我们还学会使用这个python的这个json模块 解析服务器返回的数据 我们在那个百度语音的这个协议解析的那节课 说过这个服务器如果他返回来的这个信息 不管是错误还是对的话 他都是返回这个json的这个模块 json模块呢 也不 返回这个json这个字串 json这个格式呢 也是网络交换数据常用的这么一个模式 那么非常有用 大家 呃用这个模块呢 交流数据非常方便 然后呢 我们要掌握使用这个rars的api 进行语音识别的这个方法 好 我们先说一下这个pycurl模块 刚才说猜一下他的这个功能 功能就是这个py肯定是这个python的这个模块了 curl是这个看后面的url是肯定是跟这个啊 网络方案有关的 那么curl呢 说明他是用c语言实现的 前面再加一个py就说明是呃 呃 libcurl的这个python的绑定 就是c语言实现的这么一个呃 url的模块 那么他的速度呢 要比我们常用的这个urllib或者是urllib2 就是python的这两个标准模块要快 因为c语言实现的嘛 肯定要比python稍微快一些 那么他的这个参数设置是非常灵活的 呃 也挺多 不过我们没有必要挨个去讲他的这个参数设置 我们本节课只说一下我们用到的 呃 大家以后如果真的用到这个模块需要其他参数的话 读他的那个手册直接一查就可以 要养成这个查手册的好习惯 呃 他是这个python的这个扩展包使用前需要安装 然后我们再一次非常荣幸的宣布这个anacanda包 然后又包含了这个扩展模块 所以大家也不用装了啊 你跟着可能跟我学习时间长了之后人都会变了 因为这个东西什么都什么东西都不用装 我们整个这个课程也就需要装那么三五个模块 其他的都是anacanda里面自带的 所以这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呃 好 我们继续向下看这个pycurl模块 那么他的这个参数设定啊 我们先介绍这么几个 首先是他的这个参数设定都是呃 实现这个pycurl这个呃 对象就是实力化一个pycurl 然后呢 我们这里边就用c代替了 他的这个参数设定呢 都用这个他这个对象里面的这个setopt这个方法啊 你说函数也行 在类里面一般我们说方法 这个方法 然后传递给他不同的这个参数去设定 那么 首先看一下第一行 这个 传递给他是这个url 也就是说我们要访问的这个路径和网址 那么这个时候第一个参数传递给他的是pycurl.url 说明后边这个参数跟着的是一个url路径 也就是说我们传递给他是一个网址 那么这第一句是这个意思 然后第二句还是setopt 就是设定参数嘛 第二句说明传递给他是什么 是这个http的这个头 就是我们这个http的这个协议呢 首先要传递一个头部啊 一些对这个后面参数的一些说明 第三个行第三行我们看这个是c.post 然后这个值是1 对第二句我还要特别交代一下 这个pycurl呢 这个http header就是http的头部后面这个参数 只能接收列表不能是字典 这个大家注意 然后我们继续看第三行这个post 后面是1说明我们要使用的这个方法是post的方法 而不是get 很显然我们向服务服器提交数据 那肯定得用post的 第四行这个c.opt pycurl post post file ds 我暂时这样读了这个参数叫什么名字不重要 后面 跟随的参数是data 逗号前面的都是curl定义的这个 哦 变量名或者可以称为他里边的这个包里边的 这一个全球变量 那么逗号后面呢都是我们要传递给他的这个数据 那么这一行是说明这个post的这个数据 这一行传递的是这个post 我们要post给服务器的这个数据 就是这一行 啊 然后呢 第五行看一下 c.opt 这个pusurl write function 然后后面跟随的是这个我们自己定义的一个函数 我这里就写个myfunc了 那么这个是相当于是 呃 pusurl 他从服务器 我们不是post的数据到服务器吗 那么服务器也会给我们返回一些数据 返回来的数据就 呃 pusurl接收之后就回掉这个函数 所以我们这里给他给他提供的是一个回掉函数的地址 他返回来的数据之后呢 然后就掉用这个函数 把这个数据再吐给这个函数 呃 是这么一个操作 所以这里我们要设定这个write function 就是写到哪里 你可以给他传递一个函数的地址 那么这一行这已经是第六行了 pusurl connection timeout 这个是很常见的 比如说我们 春节期间抢票 抢票的时候呢 以前这个12306没有跟阿里云合作之前 每次我们抢票都是 一上去发现 哎卡死了 这个网站访问不了了 那么 这个浏览器在这个一定时间内 连不到这个服务器之后就给我们返回说什么 在规定时间内无法连接 这个时间一般都挺长的 就是这个connection timeout 就是超过这个时间之后呢 这个浏览器就不再 呃 不再进行你连接了 就返回一个说这个连接超时 因为超过这个时间服务器没有响应 浏览器就会给你报错 是这个服务器没有连接 这个时间就是这个意思 connection timeout 呃超过这个 呃时间长数之后 那么就认为是 呃连接没有建立 连接中断或者是这样 那么第七行这个 赛头pt pyscl.timeout 这个是 下载的这个时间上限 就是说呃 超过这个时间之后 那么还没有 呃下载完成 或者是还没有开始下载 那么这就相当于是也会报一个错 然后最后一行是c.perform 就是说 我们之前把这些参数都设置完了 那么最后一行提提交一下相当于是 那么 那么 这个程序就会按照 pyc.url 就会按照我们这些设计的这个参数 对我们给定的这个url进行访问 那么 该用get 就get 该pose的数据就pose的数据 呃 这里边呢 这些参数就是我们本节客户用到的 那么其他的呢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去 翻他的手册 呃 或者是翻他的那个开发文档 呃 我这里就不再继续浪费时间讲这个其他的参数了 呃 那么我们这个调用云与云识别呢 其实我是拆开来功能给大家讲的 因为一节课讲完的话 可能大家消化起来会有一些问题 那么录音我们讲过了 呃 读取wv文件 我们也说过了 那么读完之后呢 要获取token 生成url 然后调用云端api 打印识别结果 那么我们今天就讲这个获取token 和生成url 调用云端api 这三项 呃 应该来说也不是很难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录音和这个读取 我们已经上节课说完了 嗯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怎么操作 呃 我们之前说过这个 我们要很重要的这个云端开发是 呃 要记住他这个 呃 啊 对 麦子语言语言识别例子 这是语言识别 我们查看一下这个key 这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个 这个api key和这个secure key 至于这个ID也无所谓了 这个呃 它是什么我们也不关心 好 我们把这两句一会儿要用到 我们 直接看程序吧 这是我们上一节课 呃 呃 写的这个 呃 辛辛苦苦敲的这么一个录音的程序 那么到这为止呢 这个录音就完成 并且呢 命名为01.wav 好 我们在此基础之上再定义几个函数 那么第一个函数呢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获取token这个函数 好 这个节节省点时间 我也不继续一行行的敲代码了 那么我直接从写完的这里面复制过来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这么写 好 再定义一个函数 叫 叫 gettoken 啊 这大家应该看得到吧 我这个字体已经改大了 那么在这里呢 两个 两个 呃 工程去 用自己这个应用里边的这个这个字串去替代 我们就用这个麦子随缘语音识别的这个例子去替代 好 这是我原来开发的 先不理他 把它复给你了 然后这个 security key 好 这手头还是不行 好的 那么这两行就用我们的应用替换掉了 呃 不同的应用ID呢 对我们来说无所谓 但是这两个key是区分每个应用的这个关键因素 好 我们刚好也看一下我们之前不是申请了这个 权限吗 看这里显示已通过审核 就是说我们可以无限次的调用了 这就是百度很大方的地方 那么这边也是语音合成也是无限次的调用了 呃 这个已经就没有每天五万次这个限制了 已经通过审核了 所以这个通过审核还是非常容易的 只要你别老用爬虫去爬它就可以了 好 这两个呃 key获得之后呢 我们用一个临时面上去保存它 这是自串的类型 然后呢 我们这个url 啊 要我们要访问的这个url 从哪个url获取这个token 呃 这个前面这一串 什么openapi 百度.com 然后不拉不拉不拉 这一串 都是固定的 大家也不用纠结它为什么是这样子 你就直接把它copy下去就行了 就从这个地址获取这个 呃 啊 token 那么这个地址你怎么传递参数给它呢 我们要把我们这两个apikey和secure key 哎 终于说对了 这两个参数呢写到这个url里边 这个clientid写入我们的这个apikey 然后呢 client security client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客户端的这个 啊 secure key 所以我们把这个参数加在这个后面 那么这整个url呢 就算构成完了 然后前面这一些不拉不拉不拉这一些 我们都不管它是什么 直接抄下来啊 这个圆码我也会上传到这个 呃网盘里面 然后分享给大家 所以大家不用关心前面是什么 就关心这两个就可以了 然后如此操作之后呢 这个url已经生成了 我们就非常呃 直接的用这个urlto.urlopen去访问这个地址 那么使用之前呢 肯定是要把这个urlto import的 我已经懒到一定境界了 所以我直接全都copy过来 顺便我们也把这个pysurl也导入了进来 啊 这个模块是按照看它带的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怎么去装它 然后访问完了之后呢 获取这个服务器的响应 响应读到这个临时变量 json data里面 然后大家如果好奇的话 可以打印一下 这里面我注视掉了 json data是什么类型的 那么打印完了之后 把这个accesstoken这个内容返回来 返回作为这个函数的返回内容 直接返回到我们调用函数的这个地方 那么这样呢 我们就获取了这个token 也就是说在我们ppt里面这个 获取token 那么这个操作呢 你获取一次之后呢 会有那么一段时间是可以不用获取的 可以重复访问的 但是它会失效 所以防止它失效 大家还是每次都获取一次吧 嗯别嫌麻烦 反正是都是网络访问的事儿 好 那么这个token就用这么简单的计划 就获取完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怎么去调用它的这个云端的API 也就是通过我们这个PYCURL 刚才那几种方法我们都已经讲过了 这个其实也是很简单的 我也是直接把它复制过来 我们Use Cloud一定一个这么个函数 然后把它复制过来 然后把它复制过来 好 看这个Use Cloud 传递给它一个参数就是token token token就是我们 啊 上面用这个gettoken这个方法 获取的这个 相当于一个访问的这么一个权限 肯定也是一串字不串什么之类的 它是一个很长的数 你不太容易去伪造它 所以你还是每次老老实实的去获取算了 然后呢我们用这个v5.open 就把我们这个录音完的这个wav文件啊 打开 打开之后呢 获取文件的采样点数量 然后巴拉巴拉这一打印 这是上节课我们已经讲过了 然后获取文件长度 因为我们在这个啊 heider里面要把这个文件类型和这个文件长度写进去 然后这里写成pcm了 这无所谓的 你写成wav一样 这两个基本上都是不压缩的 直接采样的格式 那么然后这边 把这个audio data都读进来 这里也也也讲过了 所以也不也不细说了 这个CUID是必须指定的 然后我这边呢 我又懒得去查这个电脑的这个硬件地址 所以呢 这个 可以写成自己的这个手机的这个mac 也可以写成电脑的这个mac 无所谓的 那我这边就直接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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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大家用的时候呢 可以指定一个地址 也可以用一串自串传递给他就算了 然后这个server的这个URL 嗯前面这一些也是固定的 这个可以不管的 上以后我们也讲了就是这个地址 VOP百度.com solo API 然后我们要加上这个 啊 CUID指定给他 啊 token 用我们获取的这个token给他 加到这个URL里面 然后这个Header 注意要是列表形式 这个啊 PUICURL 只接受这个列表形式的Header Header呢要 content type 这肯定要指定的 那么我们就是传递给他一个音频 PCM rate 是这个 呃 8000 然后呢 长度 文件长度就是我们这个 音频的这个长度 这个Header就构成完了 然后后边这些 实力化一个CURL 设定参数这些 这这这这这这 我们全部都讲过了啊 这一句 刚才没说是这个 post file size 这太明显了 这单词读 直接翻译过来 post文件的大小 然后flens 就完事了 啊 这里呢 有一个 write function 我们定义的是dumpRest 啊 我们也直接把这个copy过来算了 节省点时间 OK 在这里 把这个函数 定义在这 dumpRest dumpRest 就是把这个 dumpResult 就是把这个 结果图取出来 那么 传递给他的这个buffer 是这个 CURL 从这个网络上返回来的 这么一个 缓存 然后用这个json格式 去load的这个 接收的数据 然后 把这个result的字段打出来 那么你如果好奇的话 也可以看一下 它是什么type 然后呢 把这个result的字段的这个 第一个打印出来 有时候它可能会返回多个匹配的结果 那么这里呢 就通通都完成了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 直接调用这个函数 看看我们今天这个 gettoken ok 那么直接usecloud gettoken 那么这样就会把我们这个 今天所有的操作都完成了 然后我们再print一个 ok 好 我们来试一下 我这就直接靠开过来 指明一下这个原文件的编码格式是utf8 所以呢 这里边我们就可以用中文注释了 真是 稍不注意就会犯错误 麦子学院 百度语音识别示例 好 我们就先说这么多 看它能返回什么 global name json is not defined 光知道用了 没有定义 import一下吧 在这呢 然后我们把这个录音时间搞短一点 因为我不想一直在这不拉不拉说话 所以呢 改短一点 测试百度语音 好 这些打出来了 ok 那么 千万不要说我在骗你们 你看看这个百度语音的返回结果 这前面这些我通通不管 error message success 说明我们这个访问成功 然后error number是零 就是没有没有错误 result字段里边是测试百度语音 这个字串 然后sn这个 好长啊 这服务器生成的我不管它是什么了 然后我们看这个type是什么 就是这一串的type是什么 是list 就是我们python的list 所以呢我们可以用这个 操作列表的方法 呃在哪呢在哪呢在哪呢 给我出来在这里 这个result字段的内容 的类型是list 所以我们可以访问这个list的第一个参数 也就是第0个位置 你访问1的时候它会告诉你越界了 好这个我们已经 搞定了今天我们调用了这个云服务 并且真正能实现一次语音识别 再试一次真好玩 语音识别 好他把这个我前面说的全部都识别出来了 ok那么这个例子就讲完了 今天呃大家回去可以自己玩了 然后客户练习呃体验语音识别 将识别结果写入txt文件或者word的文件啊 这些我们之前都讲过 大家认识听话的话都应该会操作 好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